怎么做才能让你的钱满出来 我知道啊 这一定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咱们说金库是我们装钱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呢 都没有这个概念了 都没有装钱的地方了 装钱的地方就是手机上面的数字 听老师的 老师二十多年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而且我一些非常有钱的客户啊 资产都上千万了 还在用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找一个存钱的地方 你不一定要存起来 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存 你看很多大老板家里 为什么要买个保险箱保险柜 存一些值钱的物件 其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去买一个长的皮夹 为什么一定是长的 因为钱是不能打折的 对不对 钱折起来放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买长的皮夹去放钱 另外有一个注意点 就是你钱包的颜色 如果说你想要的是桃花彩 就是说你想要嫁的是富贵家 你一定要粉色 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呢 越来越有钱 那你就一定要买金色 你不需要用啊 但是一定要有 无论你是放在哪里 车上 家里 都必须要用 而且里边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有纸币的存在 你不信可以去试试 这个方法用了之后 很多客户啊 财富都开始增长了 这里边呢 你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 需要看你的五行是否互相制衡 要是你木少 金色就不太适合你 还有就是你需要分别拿出 一百五十二十十元的纸币 和一个一块钱的硬币 注意啊 这个一块钱必须是新的 这叫新财 代表我们能够赚到新的钱 而且这样一来呢 就对应了火木土水晶 咱们只需要把这些放到我们的皮夹子里边 然后每个月的初一到十五的早上 七点到九点把这个皮夹子打开 这样你就是第一波接受财气的那帮人 最后啊 万事万物没绝对 大家理性参考